有民眾一大早就等在藥局外面 邀請藥師協助預約第12輪疫苗 第一階段從10月18開始到10月20號 開放預約BNT第一劑 莫德納和AZ第二劑 而10月18早上10點是BNT率先開跑 這次BNT因為到貨量充足 首次加開到30歲以上 只是部分上班族無法親自預約 也委託藥局協助 是因為他工作上的時間 他沒有辦法配合 比較可能他下班之後 就怕沒有名額這樣 有點不方便 只是BNT的施打地點和時間 讓民眾很為難 有不少民眾甚至乾脆放棄 第12輪疫苗分兩階段 三種疫苗分流預約 堪稱有史以來最複雜 預約首日就發生 BNT施打醫院太少太遠 不少民眾所心放棄之外 也有民眾順利登入後 顯示要排隊等候10到30分鐘 越等越久 排隊排到現在呢 已經過了13分鐘了 還在排 現在顯示還要再排14分鐘 這是BNT的這一季 他開的地點 鄰近的附近 過往有施打的一些診所 都沒有開放 都是一些相對距離 比較遠的一個大型醫院的 一個施打站 這回沒當機 卻還是要線上排隊等候 讓民眾很無奈 而指揮中心統計第12輪 光是可以預約BNT的人數就高達 一百三十五點八萬 加上十九號開放AZ和莫德納 預估總共有一百六十二萬多人 民眾想選到究竟又方便的地點時間 恐怕只能搶快 記者城市店蘇維瑄 台北報導 在市場中 市場中